来看去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日前在霍尔姆斯海峡附近扣押了一艘船只 据报道说该船涉嫌走私25万升的燃料 报道并未公开更多的具体细节 在地区局势高度紧张的背景之下 伊朗近期以涉嫌走私燃料为由扣押数艘外国船只 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穆萨维表示 伊朗将在未来几天释放4000被扣押的英国邮轮史丹纳帝国号 目前相关的司法程序正在进行当中 在7月初再有伊朗原油的邮轮在直布罗陀被扣押之后 伊朗方面以涉嫌违反国际海事法规为由 于7月19号扣押了英国邮轮史丹纳帝国号